合家 第五层攻法 黄泉生窍却第五层攻法 打成 黄泉生窍却第五层攻法 大成 大大 大大 找到了 小幽默要出没 老夫没有恶意 阿呆 不要对客人无礼 夫人 百年时间匆匆而过 这一次 你跑不掉了 外面的人是谁 你是他主人 他是老夫的尸魁 老夫是尸阴宗始祖之一 尸阴宗所有入门弟子 都必须要寻找到一具尸体 激怜成尸魁 此身修为增长 尸魁也随之变强 你的尸魁叛变了 是啊 三百年前老夫带她来此 尸魁被阴寒之气影响 脱离控制 重伤于我 外面那尸魅 就是我当年的肉身 居然也修炼出了神志 老夫恳求小友帮帮我 我可以用秘法 为你打开通向尸阴宗的传送阵 直接送你到尸阴宗本部 哦 既然你可以打通传送阵 为何不自己回去 唉 我和尸魁之间的距离 不可超过百里 尤其我原鹰之体 下场只会是原散鹰宵 恳请小友 出去后召我师弟叶自在 前来救我 好 阿代与我说过 你用阴寒之气修炼 石云宗内有一处闭关之地 那里有电音平致的阴寒之气 小勇 我现在就开启阵法 如何选择 小勇自己考虑 那石魁一看就是石沙之北 若我不离开此地 等到石魁进来 自己定乱会有危险 好 主人 这次我砍你往哪里跑 要不要去试试 二百五十块下品零食 不能再多了 你可别想蒙我 刚才那家店可是给三百 你别不是好歹啊 一株人参而已 曾滕家成的 你懂什么呀 那可是千年协人 价值至少一千 小兄弟 别走啊 这价钱好说呀 价值上千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零食 更别说王林那小子了 等我挑个好店家卖了 一会儿得吓死他 你们要干嘛 唐家成也禁止私盗 唐家成中不可遇见飞行 这点尝试都没有 谁 可是你杀了白斩 还好我反应快 慢死了 原来你一路不兵围堵 是为了引我过来 唉 真蠢 现在在反应过来 你还不值得本少爷 大为周章的追你 你是什么人 取你命的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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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2 2 2 3 2 3 3 3 4 5 2 这小剑应该也算是担保了吧 当然了 还是上品担保 不过你可得小心这些 这血练之法是将你的性命担保严结 一旦飞剑受损 你也会被反噬 各位爷 有核被反噬 我看 就这样 追 为什么有这么多藤家城弟子来杀我 各位知道 去边边 上去 我们去那边 是 慢着 有古怪 好一个克制飞行的大阵 城门在另一边 城门还在几十里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不对劲 情况不对了 必须尽快找到招呼 走 车门 躲下 起 走 噢 猛者 都是 好 打 還得讓本少爺來仇 小心 你在找你的朋友吧 張 張虎 我與你無緣無懲 為何嚇死很少 本少主受人之託 終人之誓 是寂寞老人吧 抱歉 騎什麼 你們馬上就會再見了 你這小子竟然還有上品單吧 這把小劍 本少爺要吧 撲下 等你 說你是個助擊擊 說不定還能和我多對幾場 可惜了 人只是在跟妳氣氣 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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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吵死 感情只有他们藤点能赔 这个龟岁百灵师在耍你 藏了不少宝贝 这小子越来越有意思了 糟了 神仙复要失效了 横家成岭 杰丹气都逃不出本少爷的手掌心 何况不一 神仙复要失效了 原来这些灯笼 就是滕家成所故之阵的秘密 赶破我滕家大事 老祖 少主一时拿不下那小辈 晚辈害怕少主又失 丽儿要杀的那个小辈 是什么修为 灰老祖 是宁气气 丽儿又是什么修为 少主已经驻基气大圆满 丽儿心境不足 如果能让她有所锻炼 一座城池回去又何妨 既然没有什么东西 有这种情报 不是 我没想问你 优优独播剧场合体 蝼蚁 死在我这通神剑下 我可以瞑目了 不好 zupełnie没了 走 除了 去見到 尾 public 不要 怎么回事 还提到 塞 居然还有一个能瞬移的宝贝 这宝贝也归我了 那剑是猿鹰级别法宝 老子只能带你瞬移躲避 相辈 你还好吗 还撑得住 你是找死 玄机眼心镜 它将有圆英级的护身法吗 不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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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颈骗海海 看你还能顺移几次 你喝完了 必须尽快补重 小莲子 老夫猿鹰之力损耗严重 已经顺移不了几次了 千别撑住 这林子有些古怪 它又追来了 城南五百里外 有一处迷藏森林 整个森林被瘴气遮蔽 阻碍神石探查 其内游走着诸多剧毒生物 最恐怖的 是遍地生长的蓝献藤 你在未到结丹气以前 不可进入 如今我有原鹰级法宝帮身 这迷藏森林能奈我何 更何况那个宁气渣子 都敢闯进去 本少也何惧之有 今日我必杀之 我必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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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蓝献藤 是蓝献藤 小林子 快停下 停下 可负自己的本能 别用灵力和它对抗 这童心能吸食修饰灵力 对血液中的灵力更为敏感 灵力越多它缠得越紧 直到将修饰吞噬 你 如果是和他硬碰硬 只有死到一跳 趁着我的原鹰之力 还能撑几次水移 我带你跑 不跑 不跑了 人若犯我 退上三分 朕再犯我 斩草出根